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正义多时的矿石税议题 花莲宪议会15号进入了二三读的议程 因为11号副县长蔡运皇在说明矿石税的用途时 表示大部分是用在社会福利上 不过惨遭议员们的打脸 并且表示社福预算早在民国69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矿石税用在社福的预算上只占17% 但也有议员想要调降或是调涨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议长才是 在县长徐真卫没有前来说明矿石税的用途上 加上媒体抹黑花莲宪议会密谈一事 引发议员的反弹和困扰 因此对于矿石税二三读的议程 花莲宪议会决议不审 花莲宪议会5月初还没有省矿石税 就被媒体披露于台宁密谈一说 惨遭抹黑引发争议 在45号的临时会上 议员们则是群取踏伐 指控不时的抹黑 这两个礼拜 你们花莲宪议会好像黑社会的老大一样 像我说的 生龙虎一带黄鹿来地青龙虎 十二社会狐狸 结果十二项全部被打脸 被财政组打脸 这个东西都不能装缓专用 你们自己内部就联系不好了 他哪来生 要你们来说也不说明 然后把议员抹黑的 谁是黑黑的 也是说十几个议员 就是议长内十几个议员 去找厂商药堂吃 那可以透过议会来降低 这个磕税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那还被这个厂商 还被台宁董事长打领 这样的一个报道 完全是不实的 那我身为花莲新议会的议员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是打击到所有 在这个议会上每一位议员 先议田医卿表示 猜的都是秀玲香的矿死 地方都没有收费 这个提案是我提的 要怪谁提的 因为我是秀玲香的议员 你们要真正我 就一个议员嘛 你先认为了 此案退回 让幸福园役还在审 你们不要把我们议员 然后当傻瓜你知道吗 我们议会不能对不合法 不合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真的要退回去 真的 先议员黄欣 杨花莓则是针对副县长 蔡英皇说明 矿石碎的用途 并且强调都是用在社会福利上面 则是双双被黄欣和杨花莓打脸 双双报告里面的部分 在讲应用报告的第八项的部分 还有讲到零零两党总共十二种的一个 儿童跟老人福利的等等 这里面很多的项目 是还没有胖十岁前就已经有了 那如果就正像今天早上在英会桌上看到这一张 它总共的加总起来 104、108增加的金额只有5400万左右 我没有心算 但是周六的算是增加了兼400万 那我能每年增加的8到9亿的税 如果说是在使用在社会福利之初 我想这张表是完全没有办法举证 那天蔡英剑长所提出来的 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议长张俊则是财士 第一县长没有前来说明清楚矿石税的用途 加上被媒体抹黑影响到花莓县议会的形象 决定在二三读不审矿石税 县政府无法提出矿石开采 警官税的具体使用而分配明细 再加上有心人士恶意操弄媒体 污蔑我们议会密会台泥高层 更对议员做人身攻击 企图影响我们议员对本案的实质审查 这几家新闻对我们花莓县议会伤害很深 我们已经对该媒体提出告诉 那希望藉由司法厘清真相 为了捍卫我们花莓县议会的清白 以及尊严 在司法上位厘清以前 还有徐县长上位来本会做相关报告集 大家一起讨论 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 本案不做成任何决议 因为媒体某会花莓县议会议室 引发许多阴谋论 辅会关系开始出现嫌隙 不过在二三读会议上 就可以看得出议员们满腹的尾期 并且强调阴谋议议 记得终于欢迎收睹到